这个骚扰我 当然小黄人就不敢做了 在记载里面讲 应光发思 七十岁以后 七十岁以后 无论他住的那个房间 你到里面去找 一个找不到 真的应验了 我们现在学服 也学了半个世纪 有一点效果 像这些蚊虫蚂蚁的时候 他也不找我了 我到澳洲 我们新建的这个房子 有一天我进洗手间 满洗手间都是蚂蚁 我不晓得它从哪里来的 新房子是从哪里来的 真奇怪 我没有法子进去了 我就跟蚂蚁讲 这霍掌蚂蚁菩萨 你们从哪里来 最好还要从哪里出去 我们彼此是互相尊重 互不侵犯 我们个人又个人的 这个生活环境 绝不伤害你们 我就离开了 半个钟点之后 我再进去 一只蚂蚁都没有了 也不晓得从哪里去了 有效果 不但动物有感应 植物都有感应 我们的院子很大 树木花草很多 通通都有感应 不要以为 它们是低级的生物 错了 要尊重 要有爱心 所以这瘟疫的时候 我们处置泰然 我们相信 我们绝对不会感染 没有感染的这个业 我们没有造罪业 齐心动念 纯净纯善 所以诸位要想 防止一切瘟疫 断一切物 修一切人 最好防御的方法 自己要有信心 这个瘟疫 我们中国民间说 有瘟神 瘟神看到我们 他会原理 他不会造麻烦 非常的感恩师父 给我们的开示 那么我再请教师父 另外一个问题 记得师父曾经说过 当这个瘟灵感 之前一个月以前 刚刚那时 很紧张的时候 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 吃素的人 那么有爱心的人 那么自然可以远离 这个瘟灵感 是不是真的有 这件事情 请师父再给我们 开始一下 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是由几位同修告诉我的 而这个同修说呢 传这个话的是灵媚 但是他讲的很有道理 刚才我说的 断一切物 修一切善 从自己本身做起 跟他讲的话 很相应的 吃素 你要吃素 不吃这些众生肉 你跟他没有冤仇 他怎么会害你呢 没这道理吗 你不害他 他不会害你 你爱他 他也爱你 你尊重他 他也尊重你 那我给你讲 这个蚂蚁的故事 像这些小故事 我们遇到太多了 去年 我有一次 不是去年还是今年春天的时候 我在中国大陆 住的这个房间里面 有蚊子 我看到这个 大概总有三十多只蚊子 那个墙壁是Beset 钉在这个墙上 我在那里送金 我就给这些文书说了 我在送金 在念佛 请你们不要干扰我 他们统统钉在这个墙上 我的金念佛念完了之后 大概就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没有一个文字来听我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干扰我 他第二天早晨我起来的时候 大概还有十几只 钉在上面 我很感激他了 他不干扰我 我也不赶他走 我们相安无私 互相尊重 我相信 我在那里送金念佛号 他们都在那里听 这个房间没有听 他们来做听众 好像在过去不多久 有人告诉我 现在连蚊虫蚂蚁都学佛 我听了这个话 感觉到有这么一个经验 有的道理 好像是真的不是假的 但是蚂蚁学佛 我还没有看不到 这种样子 但是文字我看到了 多有灵性 这是佛讲的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既有佛性皆当作佛了 他是造过去造的业造的太重了 多了畜生生 多了蚊虫蚂蚂蚁生 我们造作的物业 没它那么重 还有一点善根 是得人生 六道众生 是业力所感 在这个六道里头流传 所以六道里头 哪一众生 我们也都受过 他现在是文字 是过去我们是文字 将来也许会变成那么同类 都非常可能 所以我们如果真正是吃长斋 就跟一切众生 这个煞业就断了 虽然过去无知 美学佛还依然吃肉杀身 现在知道了 忏悔 后不再走 那他也会原谅 所以是浪子回头经不患 人最重要的是忏悔 是要认错 我错了 以后不再做了 决定不杀身 能够爱护一切动物 能够帮助一切动物 这个决定有善的感应 所以诵经念佛 这个像我们这个道场天天在讲经 大家到这边来听来学习 这个统统确确实实可以 这个减少感染 我们不能说是决定不感染 但是对感染的几率应该是大幅度的减少了 所以我们心要定 我们心不慌 我们用中医的这个方法 做一些预防的措施 这个预防 比较老和尚另外一个也是相当严重的问题 这个是在两三个礼拜以前 有一次我从澳洲飞往台湾的这个长荣的扳机上 偶尔看到一份报纸的报道 报道说台湾目前的女性 有20%有自杀的倾向 而且有很多有忧郁症的 那么忧郁症呢 最年轻的年龄居然是两岁多 这个实在看起来相当的震撼 两岁多的小朋友居然就有了忧郁症 我们相信这个不只是在台湾 在日本 在中国